好,欢迎回来,在上一节的进讲班 我们关于第二大章第一幕招投标的专题进行的讲解 本节课我们接着来学习第二幕 讲市政公用工程造价管理 造价管理实际上在市政当中考的比建筑少得多 建筑无论二建还是一建 每年都要有一道造价、费用、成本的计算体 但是我们市政的这种计算考的极少 他要考的也就是一些文字理论性的知识 所以第二幕第一条第二条教材的证文写的比较乱 科考性很差的证文我不推荐 既不是没时间讲也不是我们漏掉了 就是第二幕第一条第二条我们就不推荐看 这样我们就直接来讲第三条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应用 汉字一工程量清单计价有关规定 我们推荐双括五 在这儿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 同学们也都理解 就在21年 我们实际上就有这样的一个风尘传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二二年就有一个清单计价标准的 一个征求意见稿 只不过目前为止 它的一个意见比较多 所以正式的计价标准没有形成 相当于政策还没有落地 但估摸着 今年的年底或者是二三年 我们新版的清单计价标准就会面试 那么一旦面试 那么一三版的清单计价规范就会废止 这部分的新的清单计价标准里面很多内容都有变化 它对于我们一旦面试以后的工程经济的考核 包括我们专业实务的考核都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趁着它现在还没变 同学们你今年报考了 就要力争今年通过 越往后夜长的梦多 越往后你这些标准的规范一直在变 对我们考试的影响是非常大 那到后面的复习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要求同学们趁着今年我们整个知识体系还比较稳健的时候 尽量在今年通过考试 今年要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 这份从双括五开始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因为它就在自于现行一三版的清单计价规范的原文 我们建设工程发尘包以及实施阶段的工程造价 我们这个时候按造价形成分分为这五大部分 分 错 期 归 税 所以有分布分项过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归费 还有税金 我们这里要推荐个半括四 措施项目清单里面有一个安全文明施工费 它是必须按照国家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来计价 注意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和它同样有个待遇的是归费和税金 它俩也是要按国家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价 也是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当然有同学就会问 什么叫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啊 我想经济老师应该解释的比我还多是吧 不能参与竞争呢 实际上就是不能让你随便的降价 让利 打折 你要想竞争 肯定都是降价竞争嘛 因为现在都是低价行李 你降价容易中标嘛 所以你为了竞争一般都是降价 但是安全文明施工费 归费和税金他们仨 不能让你随意打折 不能让你让利优惠 不能随便让你降价 所以这叫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它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计价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多选案例都能考 安全文明施工费 归费和税金 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我们看15年我们一件市政专业这套单选 那根据现行一三版清单计价规范 下列错试项目费当中 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的是 它是错试项目费里面 哪一个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那就只能选安全文明施工费 所以我们自己提的就选C选项 答案就是C 解析就不用读了 也能考案例问答题 好我们看21年 我们去年的这道单选题 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有关规定当中 可以作为竞争性费用的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安全文明施工费 还有归费和税金 他们都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所以AB你不能选 因为他问的是可以作为竞争性费用的 然后这部分呢 C选项冬雨季施工措施费 还有防止阳城的污染费 有同学说我不知道选的是什么 不得不说 21年这道单选的命题老师呢 对于造价 对于计价呢 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说的题目还比较活 D选项这个防止阳城污染费 那是防止大气污染吧 同学们你自己分析嘛 防止阳城污染 在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没有新冠疫情的时候 早些年还要治理PM2.5 那实际上就是治理大气污染 是吧 那么你防止阳城污染 就是防止大气污染 那么属于这部分的费用 属于环境保护费用嘛 而环境保护费 它就属于安全文明施工费 同学们通过经济的学习 到了我这一题 一分也能拿得到 因为安全文明施工费 包含四个部分 分别有安全施工费 文明施工费 环境保护费 和临时设施费 包含这四大部分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 环境保护的费用 属于安全文明施工费 因此你这个防止阳城污染费 属于环境保护费 它属于安全文明施工费 那它也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所以这一排除你只能选C 东宇季施工措施费 它是属于 不宜伎量的总价措施项目 你报这一项总价 投标人有自主报价权的 是吧 可以参与竞争吗 因此我们这部分呢 选择的是C选项 答案就是C 理解也可以 好 下来汉字括号 工程实施阶段 我们要推荐双括号4 因工程量清单漏项 或非承包人员 造成的工程变更 那么如果新增 工程量清单的话 那么它的单价咋办 首先同学们要明白 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由谁负责呢 当然由招标人负责 这部分应该也是工程经济老师讲的 因为招标人编的清单 或者他找代理编的清单 但这个责任都是招标人来扛 招标人要负责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那你不完整出现的路向 不是投标人的责任 那在合同旅行阶段 也就不是这个承包人的责任 还有因为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变更 都不是承包人的事啊 造成了增加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目 新增的项目呢 属于变更啊 因为对于原合同约定内容的增减删改 都属于变更 那么新增的项目呢 承包人就得多干活 活干呢 承包人就得拿钱 他不能白干活 但是一拿钱事就来了 你这部分新增项目的费用怎么算呢 我们想要计算费用啊 两个要素 有量也有价 量乘以价汇总求和费用就算出来了 这个量呢还好办 为什么呢 现场计量你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按这个量来进行结算 作为依据没有问题啊 但是价就有个问题 因为你新增的这个项目的单价 想当年在以标价工程量清单当中 我们这个托包人没有报过价 因为你是新的项目嘛 没有报过 所以量你可以现场计量 可是价怎么定呢 按照以下的方法去确定 这些方法是我们的教材编维 依据13版线型的清单计价规范改写的 但不管怎么说 改写了以后更加精炼 这个改得倒挺好 非常适合我们作为案例题的标达 达到案例题 他问你这个综合单价对于新增项目怎么定 你就按教材的原文去写就够了 就能得到满分 也就是说这个新增的项目 想当年我没有报过价 但是就那么巧 分三种情况讨论啊 第一种情况很巧啊 合同当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 啥意思呢 翻译过来 就是这个新增的项目 虽然想当年你没有报过价 但是在以标价工程量清单当中 他有和你这个新增项目 一模一样的相同项目 所以你多干的活呢 就相当于我们是 合同约定已有内容当中呢 你的量多干一点 但其他的规格参数和要求 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相同的项目叫适用 对吧 虽然这是新增的活 你当年对于这部分的新增的活 没有报过价 可是在你以标价工程量清单当中 有适用的项目 说明有相同的项目 那太好了 那么既然有相同的项目 那我现在新增的这个项目的单价 我就直接套原价不就可以了吗 因此适用的单价的话 我们就按照合同当中 已有的综合单价去确定 没问题吧 理解了这就可以了 好注意这个动词啊 案例的得分点 就按照已有单价 那就套原价就可以了吗 因为你是相同的适用的项目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有那么巧吗 真的有适用的项目啊 有完全相同的项目啊 不一定有啊 那我没有适用的 那怎么办呢 没有适用 但是如果有类似的项目 那也还算好办 也就是说一模一样的相同项目呢 倒没有 可是在以标价工程量清单当中啊 我们有参数和要求类似的 长得比较像的项目 这样的综合单价 拿来用也比较方便 虽然你不能直接套原价 但是你可以参照 类似的综合单价去确定 换而言之 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调整 你就可以用了 那也很方便 所以没有适用 但有类似的时候 这个关键词得分点 叫参照单价确定 但是这个怎么参照 合理的范围内怎么调整 连一级造价工程师 都不考的东西 到了我们的建造时期 更不会考 所以怎么参照 怎么调 单价怎么定 和我们的考试没有关系 只需要把握文字就可以了 好 第三种情况 就那么巧有适用的 就那么巧有类似的 也许都没有 好 那么没有适用 也没有类似的 这可咋办呢 我既没有办法套原价 也没有办法参照调整了 那么 就由我们的承包人 提出综合单价 经过发包人 确认以后执行 多讲理 没有适用的 也没有类似的 你在我们的原合同当中 找不着根 那怎么办 那就相当于 你发承包双方 你俩坐下来 补签一个新的合同版 补签一个新的协议嘛 不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你承包人报价 发包人确认 按照你这个定下来的单价 来进行结算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回到教材上 双括吧 还是那句话 如果我们后面有新版的清单计价标准的话 他不可抗力损失承担的原则 会变的 同学们看到那个意见稿 官网方 就是我们的住建部官网上发布的 那个意见稿 他这部分的内容会有变化 所以还是劝同学们 指针朝夕啊 实不我待 一定力争经年通过 因为现在这个不可抗力 还是按了一三版清单计价规范去做的 那还是同学们熟悉的样子 还没有变啊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这个费用 发承包双方按什么原则来分担呢 什么叫个不可抗力呢 我相信管理啊 法规老师都会去想 但是我们市政是个独立的课程 我以我的角度也要给他解释一下 不可抗力是我们在签订合同时不可预见 合同旅行时不可克服不可避免的 这些地震啊 泥石流啊 海啸啊 龙卷风啊 台风啊 这些天灾 或者是战争啊 骚乱啊 叛变啊 瘟疫啊 这些人祸 那么这些天灾人祸既不是建设单位的故意行为 又不是施工单位故意为之 那么 按道理谁的责任都不是 对吧 不是建设单位有意行为 又不是故意为之 不是施工单位的事 也不是建设单位的事 那么 那到底是谁的事 既然谁的责任都不是 我们国家对于不可抗力过程当中 遭受到的费用损失 实行的是风险均单的原则 换言之 谁在不可抗力过程当中 遭受到的损失 谁自己承担 只要你记住这个规律 下面的话 不用背 你只要能够判断 这就够了 选择题 按理题都能好啊 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啊 工程本身的损害 同学们就在想 工程的所有权 归根到底是谁的 归根到底 当然是发报人的 我们承报人是给发报人干活 所以工程的所有权属于发报人 因此工程本身的损害 包括你这个工程损害 导致了第三方人员的伤亡 还有财产的损失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倒下来 把人砸死砸伤 比如说你把别人的轿车给了砸别了 这一些损失 还包含运制施工现场 用于施工的材料 这个用于施工的材料 这个材料会形成工程实体的一部分 包括带安装的设备 这部分的工程设备 要装进去 也形成实体的一部分 所以说到底 这些材料和设备的所有权 也是谁的呢 也是发报人 所以这些不可抗力过程当中 遭受到的损失 当然由谁承担 发报人自己承担 同学们好理解 这就可以了 下来我们来看半括二 发承包双方人员伤亡 对了 尤其所在单位负责 谁的损失 谁自己扛 承担相应的费用 比如说医药费 伤亡抚恤金 有各自的单位负责 还是这个规律的体现 半括三 承包人施工机具设备的损坏 那就不一样了 施工机具设备的损坏 比如说 插车呀 挖机呀 退土机呀 产品车呀 它属于施工企业的财产 既然属于施工企业的财产 那是承包人自己的损失 当然就要由承包人承担 这个不难 注意啊 施工机具设备和带安装的工程设备 可不一样啊 工程设备所有权是发报人的 施工机具设备所有权是承包人的 所以各自承担 但是为什么我后半段变了一个黄体字呢 因为我要让同学们记住的是 不可抗力过程当中的停工损失 啥意思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了人员乌工 现场停工以后 还有机械的停滞费用 这些人员的乌工费 机械的停滞费用 都属于不可抗力引起的停工损失 注意了 完全由承包人一例承担 发报人一分钱不给 不可抗力过程当中的停工损失 承包人如果提出索赔 肯定不成立 因为发报人是不赔的 是要由承包人自己承担的 一定给我记住这个结论 我记得以前的进讲班 我也提过这个例子 几年前在呼和浩特 中铁吧 企业内讯 企业内讯的时候呢 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有同学在底下接了一句 郭老师 经济的老师刚走 刚讲完 他说今年经济的教材改了 从来没改过 经济老师也没讲错 而是同学们的片面理解 我们经济教材当中 他引用了17年10月1号实行的 17版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里的话 那么他示范文本里说 停工损失 由发承包双方合理分担 但是你要知道示范文本 是比我们市政教材 引用的这一段 清单计价规范的原文 层级要低 所以我们的市政案例 建筑案例 一件二件 包括造价工程师的案例分析 包括检理工程师的案例分析 月券的标准答案是一样的 他的依据都是根据 一三版清单 计价规范去月券 也就是说 不可抗力过程当中的 停工损失 索赔不成立 由承包人全部承担 发包人一分钱不给 我们示范文本里的合理分担 是我们的专家 写的比较圆滑的话 它不是我们的月券标准 不管也罢 同学们理解 按我们教材原文去考 半括四 停工期间 承包人因发包人要求 留在施工现场必要的管理人员 和保卫人员的费用 由发包人来承担 由同学表示给我不解 这个管理人员和保卫人员 不是承包人的人吗 那么按道理应该 承包人自己掏钱吗 郭老师你不是说 谁的人谁的物 谁自己掏钱吗 同学们你回看 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话 我只讲过不可抗力过程当中 谁的损失 谁自己掏钱 你现在这一些管理和保卫 属于损失吗 不属于啊 它不是不可抗力过程当中 遭受到的损失 它是不可抗力以后 往往是灾后重建 新增的工程任务 那么谁主张 谁要求谁花钱吗 你不是发包人要求 那就发包人承担 包含我们说清理修复 也是一个道理啊 你这新增工程任务 当然是发包人要求 就发包人花钱 指的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选择题或按理题的判断 都能考 好我们一起看看 20年我们一届这道多选题 关于因不可抗力 导致相关费用调整的说法 正确的有 工程本身的损害 对啊 承包人承担 没错 B 我们承包人人员伤亡 所产生的费用 怎么可能由发包人来承担呢 这部分的承包人 他的人员伤亡 当然就要由承包人来承担 不是发包人 B就错了 对吧 C 承包人的停工损失 由承包人承担 这个部分没问题 停工损失 我们刚强调那么长时间 他当然是由承包人承担的 D 运制时空现场 带安装设备的损害 由发包人承担 这部分的带安装设备的损害 它属于发包人的物 所有权属于发包人 这是对的 工程所需要的清理修复 是发包人要求的 谁主张谁要求谁花钱 所以清理和修复的费用 就是由发包人承担 没错 因此我们选的是ACDE 就是B不对 B不是发包人承担 应该是承包人承担 因为是承包人的人员伤亡 它属于损失 所以B不对 ACDE都对 答案就选ACDE 解析我们就不用读了 好 那么本讲内容当中呢 我们就把第二幕相应的内容呢 给它结束了 然后我们后面 叫第二幕第三条 前面和后面的内容 都不推荐大家看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三幕 市政公用工程合同管理 第一条我也不推荐 但是第二条 索赔咱还是要讲一讲 这个索赔呢 首先它会在案例当中 考判断型问答题 问你索赔是否成立 当然也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呢 去考几道 为了卖书的案例题 因为这些年我都想这个话 为什么我们一直用教材经讲班 而不是漫无目的的 把我们的桥梁啊 道路啊 隧道相关的规范 直接讲规范呢 没办法这么做 因为你直接讲规范 你讲不完太多了 而你现在看教材 绝对还能保证你及格 如果看教材都及格不了的话 它的书就卖不动了 所以销售的利益链 它是砍不断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教材的原文它会 隔三差五的会出几题 推荐一下汉字三 索赔项目概述 以及期指日期计算方法的汉字货货三 工程变更导致的索赔 施工项目已进行施工 又进行了变更 那么工程施工呢 项目的增加 或者是局部尺寸数量的变化 对于我们原合同内容的增减删改 这叫个变更 那么由于变更导致的索赔 这是一类 还有呢 第五个 由外部环境引起的索赔 这个时候我们说 是发包方原因 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增地拆迁 为什么呢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获得 是建设单位的义务 是发包人的事 如果发包人呢 比如说补偿款不到位啊 这个当地农民不愿意走啊 增地拆迁受阻 没有地皮 我就没办法干活啊 那就是我们发包人的责任 对吧 是发包人的原因 包括施工条件呢 用地的出入权和使用权 换言之 在开工之前 提供一个具备开工条件的场地 也是发包人的用 这应该发包人提供的 如果不及时 那又是发包人的责任 那么这个索赔往往能成立啊 那么该类项目呢 一般进行工期 对吧 你看农民不走啊 地皮你一直拿不到 拆迁进度受阻 干活不就慢了吗 开工就晚了吗 所以影响工期 包括我们现场机器要到位的话 它不能用 它就有停滞的费用的索赔 所以这部分的内容呢 选择案例都能考 好我们看 12年啊 意见这道案例的节选 A公司纵标某式污水干线工程 依据施工组设计 相互你用两台 土压平衡顶管设备呢 同时进行施工 施工发生如下事件 一 因拆迁影响 关键词给我们了啊 原九号警呢 不能开工 它这个背景资料呢 降级了14年二件的案例 所以我们说 这个命题团队是一帮的人呢 历年增期进入来 它有些情景或判据都会重现的 这部分的拆迁原因 九号警不能制工 当年第五题 相互不就事件一的拆迁影响 可否向建设法索配 问答题 肯定可以 为什么 因为拆迁在背景资料里是一个依据 反过来教材我们有个理论基础 它属于建设方的责任 是发包方的原因 既然发包方的原因 当然就可以索配 会就这么个道理吧 所以同学马上就能答得出来 没问题啊 好 再来换一道题 16年意见这道案例题的节选 某公司呢 成建了市政道路工程 道路下面呢 有1米2的钢筋混凝土雨水管子 这个管道在道路交叉口处呢 与县丈道路下现有的 这一个0.3米的燃气管道正交 施工前县问部到现场的时候呢 发现雨水管道上部的外侧管 被于县丈燃气管的底部 间距小于规范要求 挨得太近了 对吧 那不就危险吗 有安全隐患 它就向建设单位提出变更 4G的建议 这4G单位一核实啊 确实要变 就把这个道路交叉口呢 这部分井段雨水管道呢 变更为0.8米的管子 也就是说 我现在呢 这一个雨水管子 和我们的燃气管子挨得太近 现在这个小于规范要求 我想把这个间距拉大怎么办呢 我就把这个雨水管子变细 我把它的直径变小 是不是它和燃气管的间距就拉大了 所以有我们原来1米2的管子呢 它就把它变小变细 变成0.8米的管子 这个间距让出来了 就符合规范的要求 但有个问题 你变成0.8米的管子 排水量不够了 因为原来1米2它够粗够大 那排雨量就比较大 能够及时嘛 但0.8米的管子来不及排水啊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用了双排 用了两排 那有满足我们排水量的要求 然后项目部呢 这不就1米2的一条管子 变成了两排 0.8米的管子 这就是变更啊 所以接到变更以后呢 就提出了索赔申请 那么这个经济计算呢 这一变更需要增加造价10万元 首先我想问同学们的是 索赔能够成立吗 我结合这个题 以题来带点 把管理教材上一部分的知识点 也就是依据在这里 一次性讲掉 索赔想成立 有三大要素 第一个 非承包方的原因 也就是说索赔事项 不是承包人的风险责任 也不是承包方的行为责任 换而言之 它不是承包人惹的事 这第一个要素要成立 咱一看 对呀 你这个变更是你设计变更啊 不是我们施工单位的原因吗 是你设计变更 设计把它变成两排0.8米的管子 不是承包人的原因吧 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第二个条件 一定要造成实际的损失 什么叫实际的损失 要么你费用增加 钱你多花了 要么就是你工期有损失 换而言之 你时间拖晚了 你一定要有实际的损失 才有索赔的必要 现在有了吧 10万块钱吧 有实际损失 钱多花了 第二个条件满足了 第三个要素 要在合同约定的实现内 及时的提交索赔要求和申请 这叫个及时有效性 三个条件同时成立 同时满足 缺一不可 索赔方才成立 但是我要和同学们续道一遍 我们到了22年的考核 一般来说 我们只考前两个条件的判断 因为不成文的规定啊 这是一个惯例 或者说是一个潜规则 第三个要素 在我们的市政案例当中 很少考核 我们都默认 施工单位是 及时的提交索赔要求 我们很少去考 于时的改错题 换而言之 同学们有的时候 假如要是直播 有同学肯定要抢话 郭老师我知道 就是我们法规老师 最喜欢讲的 索赔事项发生以后的 28天内 提交索赔一项通知书 提交索赔一项通知书以后的 28天内提交索赔报告 但你要知道 这无数个28天的故事 是现行一期版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里的话 示范文本呢 效率成绩不高 市政案例是不考28天的 那个28天是留给你 法规老师班的 法规特别喜欢考28天 所以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就可以了 市政不考 我就默认第三个要素是成立的 所以前两个要素都成立了 第三个是默认成立的 索赔当然成立 但比较搞笑的是呢 16年的意见呢 他没有问大家索赔是否成立 当年的第二题是问你 按索赔事件的性质分类 项目提出的索赔 属于哪种类型 这考的真是一愣啊 我之前经常蛮多次讲过 十年来 近十年 12年 14年 16年 这三年的题最难 但这是16年的案例题 就算再难的题 他都会有送分题 再难的年份 他都有送分题 所以同学们心态不能崩 到了考场上 碰到有一题不会做 然后呢就紧张的放弃了抵抗了 那不必要 不能投险啊 因为后面的你能拿到的分 你还要接着拿嘛 所以16年再难 这题不是送分啊 他简单到什么地步啊 他问你索赔属于哪种类型 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 什么类型啊 因工程变更 导致的索赔呗 他不就是变更吗 管着变了吗 变更引起的索赔 就是不要答 当年两分啊 所以这就是用工程变更 导致的索赔吧 同学们能够答不出来 这就可以了啊 好 接下来 第三步我们就复习这么多 来到第四步 讲一讲市政工业工程 市政工程成本管理 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啊 成本啊 造价啊 市政考的极少 他远不如建筑学航考 那考的少 我们就复习的少一点 第四步第一条 市工成本管理应用汉字三 成本管理的流程 汉字括括一 我们讲成本管理基本流程 这段话 同学们应该不陌生 因为管理老师也讲 所以我们这里呢 能够考市政的选择题 让大家去排序 那么这个排序呢 我还是想讲 如果要是直播课 有同学就要说 学到了什么口诀 他就会反应上来 直接扔一句 有什么口诀上来 对吧 当然他是为了帮助我的教学 我没有直播啊 我幻想呢 一般同学们 有的人就一定会把他知道的口诀 亮出来 但我还是那句话 这不是一个炫技的平台 你帮我的同时 也把你的口诀告诉大家 大家都会的是吧 但我本人是非常抵触这个口诀的 我觉得口诀那些零字呢 没啥意思 所以我要是每一年 要推荐这个考点 我都愿意带着大家 议会理解 它实际上逻辑性挺强的 为啥呢 你想成本管理 第一步 你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这个活你要花多少钱 对吧 所以先生成一个成本的预测值 预测好了以后 把这个值写到成本计划这个文件当中 然后夹着成本计划这个文件 到现场进行成本的实际控制 那么在控制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进行成本的核算 才知道成本的实际发生值 核算的结果 才是你的实际成本的量 所以我们实际成本值 通过核算的结果之后呢 通过核算的结果的实际值和我们的计划值 对比分析 拿核算的结果这个实际值和计划值 它一对比分析 根据分析的结果 我就知道谁抄了 谁节约了 到现场考核讲诚 落实到人 所以我们认为它前后逻辑关系是非常严明的 不用去编什么口诀 我们就拿18年意见 同考这套单选题练一练 我们问成本管理基本流程是 这套单选一分简直就是送分 为什么呢 它的干扰性特别差 没干扰 因为我们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一定先成本预测 那第一步是成本预测的 只有C选项 后面都不用看了 因为ABD第一步都不是成本预测的 肯定是错的 我们肯定选C 对吧 所以快而准的就把这份拿到手了 没问题 好 再来 第五幕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组织世界 这才进入到我们第二大章开讲以来 最重要的一幕 我本讲先把第五幕第一条讲掉 后面内容比较庞杂的 比较重要的专题 比如说微大工程的管理办法 比如说我们后面交通导型 那作为后面一个专题 我放到下一节课讲 但第五幕第一条这里 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注意事项 由于内容比较少 我把它放到这一节课就讲 但有同学说 郭老师你为什么说 讲到现在是第二大章 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幕呢 因为终于第五幕啊 他乖乖的按规范按文件去写了 他不像我们的第二幕 什么造价管理等等 还有合同管理等等 他有很多索赔的支持点 全部是教材编维贴马行工的 自己感觉自己写 他没有完全依据文件去写的 他很难考 科考性差 所以我不推荐大家 但从第五幕开始 你看这个汉字二 中标以后组织10阶段的施主 汉字呼呼一基本规定 他就是根据先行施主规范写的 双括26啊 我在前沿部分呢 就是金奖班的导学部分 我就预告过了 我说我们有垃圾田埋 监控量测的一部分的改动 还有个施主的改动 这个双括26 就是我们二版一键施政新教材 改动的一段 但同学不用担心 因为施主的规范没有变 一个色都没变 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年施政变了呢 是因为以前一键施政在这里 一直写的不全 以前一键施政在这里写的太简单 今年终于给它完整了 那么挺好 那么单选案例都能考了 施工组织设计 首先同学们要知道 谁来主持编制呢 单选一分 或者考案例的改错 我相信这部分管理老师 都讲了多少遍了 当然是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 这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经理的考试 像施主这么重要的文件 就是要由项目经理主持编 没问题吧 而且它编完了以后 马上能用吗 考案例改错 不行 一纸空门马上用是不行的 他要审核审批 方才生效 找谁批呢 必须是企业技术负责人去批啊 必须是单位总工 才有这个权力内审 去批这个施主 没问题吧 然后他签在这儿 还要盖企业公章 签章完整啊 内审才结束 方可实施 那么如果有变更的话 你变更完了以后 施主直接用可以吗 又能考案例改错 不能直接用 施主这样的受控文件 你一旦变更了 原来的审核审批的手续就失效了 你必须要重新办理 你必须要重新办理审核审批的手续 也就是说办理变更审批 才能重新生效 施主才能重新使用 考案例改错 这一段呢 应该同学们管理学的好 不陌生 所以我们施政教材改了也不可怕 也不是什么新的点 但是汉字画画主要内容呢 他也改了不少 这部分呢 实际上他是为了改而改 我能明确啊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在我们现在主要市政相关的 行业规范和标准 没有改动的前提下 每一年为了卖书 他每一年都是编年体的嘛 有17版 有18版 有21版 有22版 现在和我们以前第三版 第四版 每三年改一次不一样了 是每一年都有一版 那这种编年体的教材 给我们的教材编尾 压力挺大 他每年都要改点什么东西出来 那你这个施主的内容 他既然改了 选择体也能这么考啊 所以选择体能考 案例体也能考问答 既然改了就按教材原文去记啊 考什么课去看什么教材啊 所以我们工程概况和特点 有总体部署 还有我们现场的平面布置 施工的准备 以及技术方案 关键词捋一边先啊 概况特点 部署平面准备方案 是我们施主的内容 还没讲完呢 我们来看 阿拉伯数字五双括一 施工方案 它才是施主的核心内容 这一句话 不是在管理教材当中 也有原文吗 可以考单选一分 对吧 方案才是施主的核心啊 告诉你怎么干嘛 然后呢 还有施工的保证措施 这份的关键词 你要知道属于施主的内容 可以考多选 好我们看 13年一线这道单选题 它有意为了考单选 而考单选的 它就问你不属于 那到了22年考多选 我就问你哪些属于施主 会也可以吗 所以不属于施主 设计内容的是 首先咱们一个来看啊 咱们刚刚讲 施主里面有成本计划吗 没讲过 所以不属于的就是A 因为部署啊 保证措施里面 质量保证 安全保证 都属于保证措施吗 包括施工方案 是核心内容都属于施主内容 唯独这个成本计划 不属于 所以就选A 答案选A选项 好19年一线这道单选 那施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咱刚刚才讲嘛 核心是方案 管理也可以考是吧 所以选择的就是D选项 答案就是D 没问题啊 好我们再来做一道案例 12年一线这道案题的节选 某施工单位 中标成建了一座 三跨运力混凝土连续钢购桥 那么施工项目 根据盖桥的特点 编制的施主 然后经项目总监的工程师 审批以后实施 太快了 这步骤它少呀 所以当年第一题 本案例的施工组织设计审批 符合规定吗 有问必答啊 千万别漏 不符合 什么理由呢 你想啊 你施主编完了以后 直接给总监 总监倒没错 它是一个外审的主体 属于外部审查嘛 可是你内审都没有经过 有什么资格给外审的 所以它不符合规定 施主你编完了以后 一定先给谁 要给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去签字 并且加盖企业公章 然后再报给总监 总监最好还要给业主去批 这样的过程才是完整的 所以理由你要把这个话写上 对吧 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签字 并加盖企业公章 这要加上去 然后再给总监审批 并经业主同意以后 实施 这样的话是最完整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今年的净奖班 把一二年的这道案例题放在这 不是因为真题考什么 我们讲什么 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这个一二年的题 可以起到一个弥补教材不足的问题 教材上双方26 讲了施主 谁编 谁批 但是他只讲了内审 对吧 你给企业技术负责人 只是内审的一个环境 到了后面戛然而止 外部审查他不讲了 但是管理老师应该把他讲完了 但我要告诉你管理老师讲的东西 虽然不在施政教材上 施政案例是可以考的 所以你千万别觉得 给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完了 盖完工章就直接用了 不行 你还要外审交给总监 总监交给业主 整个批完了你才能用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通过这个题目 以提来带点 弥补教材的不足 好 接下来第五幕第二条 那个部署啊 每年我都不推荐大家看 今年也是不看也罢 而第五幕第三条太重要了 这个威大工程的专项 我把它放在下一节 做一个专题讲座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